首排里淘汰了David Benefield 他也是我们这次25万港币买入出局第四名的玩家 然后呢他的奖金为162万港币 也是一笔丰厚的数字 好像也是第一次参加短牌的比赛 是吗 对 所以算是非常好的成绩 也祝愿他在今后的比赛的道路上 发挥越来越好 他应该拿到奖金 马上去报名那个50万段币买入了 这一周我们应该会看见他多次出赛 那现在我们左上剩三位玩家 我们可以看到波诺摩是会使用筷子的 很不错哦 他们这些在亚洲牌都打了挺久的玩家们 最喜欢吃的也就是点心用筷子 对 这些小笼包啊什么的都是他们的最爱 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第四名的出局 场上还剩下三位玩家 那么第三名都能至少拿到214万港币的奖金 他与第二名之间的Money Jump是116万 而第二名330万港币的奖金跟第一名460万之间也是差了130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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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波诺莫拿到一手钩石杂色 对上了 下手位玩家的K7杂色 他这里选择 用卡K 做一个 领先下注 领先直接拿下了底持 现在短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不会在flop过于多的 做一些check race的反抗 不是说大家打得太过稳 而是基于数学上 你就会发现 其实在短牌里面 在这样子的这种flop 拿成空气去做一些 对对手的bat做race 是非常负EV的 我们处在上帝视角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两家都没有什么牌 可能做一个check race 能把他的卡顺打走 但是 可以看到我们的牌手 哪怕是做领先下注 波诺莫也是用一手 有稍有发展性的NAS招牌在打 而一旦他这里是正好 记中了他顶端范围 那么你的损失 因为做一个bat race 对一个bat做race的你的损失 会远远大过于你在 用小球派打法进去flop 看到了之后 大量的miss 然后大量for牌的损失 你要想对一个 两个ante的下注 你做一个四倍的加注的话 你要用八个ante 八个ante的话 可以支持你四次看牌 并且miss在未击中的情况下 for牌 可以看到这里 波诺莫又击中了一手三条钩 在目前他的频率下 是一个顶端range 对手也没有任何牌能支付他 所以 David, congratulations on a deep run 但 commiserations you couldn't go that step further 但是这个是你的第一次TritonEvent,我相信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是的,一样的,第一次TritonEvent 第一次TritonEvent 我比较两次TritonEvent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 然后我感到很高兴趣的TritonEvent 一群的朋友们都在这里 这就很高兴趣的,我喜欢短暂的 我不会太多兴趣的,所以我感到很高兴趣的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趣的,我感到很高兴趣的 我已经看了你去看下一个TritonEvent 要往直入下往,什么都要看我 好吗? 是的,这万也是 $500,000 6 Plus 并远师大概是 你有浅长的代目的需要讨论เ》 对其他你的规 lớp量的代目是 跟别的 확실히有点多? 我用来 cups这cape很久 都会完全新我iałem 我很新远的 这个很弱的 Como? 学过因为有特 일반 Texas Hold'em 有很多东西的体内 而且因为我有一直当天的 orever措要是最好的 好说呢 我好觉得很高兴趣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主持人也是隊 剛出局的第四名David進行了一個簡短的採訪 他說到這是他的第一次線下的短牌檢標賽 對於這樣子一個機會他覺得非常的開心 他馬上也要去 也有提到他馬上就要去轉戰他的500K買入 也就是50萬港幣買入的6PLUS Poker 就是短牌 就是因為短牌也被稱為6PLUS 因為在這副牌中 就是這個遊戲中抽掉了2-5的小牌 他馬上就要去打這場比賽 那麼希望他在下一場比賽裡面取得好成績 被問及他跟這些短牌的Pro的比較情況 他說這些Pro打得非常好 然後但他自己感覺也不錯 他之後應該會在亞洲還有一些旅行 提到可能會去日本 好 我們回到排局 波濃姆在COA拿到了K7雜色選擇跟住 遭遇到了裝衛的一個SQUIZE加入 好 輕鬆的氣牌 因為K7不是一手在沒位置的情況下適合防守的牌 目前比賽進行到三人桌 局勢又變得大不相同 因為三人桌的話 你幾乎可以遊戲更多的底牌 短牌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打寬範圍的 一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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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非常好 隨身找到三人桌 去那邊 我们通过简单的演算就可以发现 当底池是6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Limp100%的范围 因为你只需要16.67%的获得概率 那么我们知道任何一手牌 哪怕是对上对手的top range 他至少也是拥有20%多的绝对盈率 那么要达到一个16.67%的概率是非常的轻易 也就是说几乎在目前的游戏下 三位玩家都必须去游戏 他们拿到的每一手牌 考验翻扣的时候到了 现在就是考验三位玩家 postflop水平的时候 这个时候在低了尾拿到一手牌牌 是非常的关键 在前之位过牌之后 Limp100下注了90万 对于翻前却有过既定总组的底池来说 他这个90也是挺尴尬的 放弃 90这手牌进去不是看击中的 是看更多的延展性 可以看到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喝口可乐压压经 我们可以看到牌手的身边都各自有矿泉水平 因为在比赛中 牌手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脑力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需要不停的补充体力 可以看到右上角50万港币买入的比赛 两位玩家已经是打到Olin 这些玩家都是之前25万港币买入赛被淘汰的玩家 可以看到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我们这次的传奇扑克2019季州岛超高额扑克系列赛是拥有很多比赛 那牌手即使被淘汰 那么也不至于说没有事情干 看到熟悉的面孔 好 我们的Final Table三人桌是 秩序来到一个三加底池 这是一个三加Limp底池 并且在Flop也是各自过牌 波诺莫击中了一张圈 也会上这里是利用一个买花加卡顺 下了一个50万的中注 几乎是一个满坡 在60万的底池里面下注50万 83%的尺寸 这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比赛中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牌中在TEN上下注半个底池都已经算是比赛中的重注 我们可以看到在赢下这个底池之后 他应该是 应该是正好600万左右 可以看到下面显示的是6.3 630万 球马 波诺莫继续 K6杂色 跟进 7-8 suited 过牌 两位都有击中 波诺莫是击中了抵队 排力是稍逊于我们的第六位玩家 好 选择在有位置情况下用中等排力去进行抵抗 波诺莫这里是有一张红桃K 防守 他选择Double Barrel第二枪 也比较重 应该下了 哦 70万 这是一手非常重的注 那这里他应该是很难去抵抗 果然负牌 毕竟在90万的底池里面下注70万 整整77% 接近80% 接近80%的破尺寸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手持 一些纳斯厅有延续性的牌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 下一些重注 来提高对手的棋牌率 从而弥补自己的摊牌赢率的不足 我们知道从纯数学角度来讲 你一手牌 只要你的下注能给你带来 对手的摊牌赢率 加上对手的棋牌率 就你的对手的棋牌率 加上你的摊牌用力 能超过50%的话 这手牌 你的操作就是正EV的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学逻辑 但是很多时候 你在打线下锦标赛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些 现实和理论的冲突 这个时候如何抉择 以及考虑到未来游戏的期望 每个人的策略 就会显得尤其的重要 而正是不同玩家 不同的策略 以及不同的体系 才能带来扑克世界五花八门 精彩的手牌对抗 以及精彩的比赛进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我们来到下一手牌 枪口玩家一边吃着东西补充体能 一边继续他的小球派打法 拎了K10草花 好 这里遇到一手比较强的牌力 A圈同色 他选择加注 加注到8给安提 那么96杂色这种牌就是完全玩不了的了 这里应该是不会考虑用K10同色去跟注 因为在面对这个80万的加注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K10同色进去 call住了这个80万 那么flop但凡能得到关联或者击中 一个C-bet接call之后两位玩家就深深套尺 那么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玩家都不会在自己排力非常边缘的情况下 在不利位置进行这种激烈的对抗 但如果当时这种牌是位置相反 它的K10同色是在低了位置 那么我相信它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跟注 在短桌的时候 相对位置就显得更为重要 再一次在UTG加注 可以看到我们的UVS在拿到了78同色 第二位 他选择跟注 这就是为什么说 刚刚那手牌 他拿到K10同花这么好的牌 却选择放弃 一方面是因为他现在是装位 底持的赔率比较好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拥有位置优势 没位置放弃 有位置进攻 可以看到这位马来西亚牌手对短牌位置的见解是非常的深刻 我们知道任何优秀的玩家都不能放弃对位置的解读 好 他选择在前支位过牌之后反主动下注90万 A股在这里直接盖牌 比赛继续进行 依然是三人桌 可能会有观众问 为什么位置是这么的重要 而且在后卫为什么会进行更接近的游戏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公式上面的推导 我们回到这位牌看一下 波诺莫在UTG拿到了A9同色 是否会考虑做一个 好的 没有做激进动作 依然是选择小球派打法 跟住两个ante 那这里AK势必须要做一个squeeze 三家都拥有一张A 这里可以RACE也可以直接ALL IN 果然是ALL IN了 那就很难CALL了 成功的收底 我们话说回来 为什么说位置的优势比较强 那我们知道按照一般的短牌策略 像我们已经看到了比赛进行了这么多 假设是一个6人或者7人的一个常规桌子 那前置位一般会由于数学上的强制性去LIMP8%到40%到45%的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剩下的三个玩家积分牌都比较接近 在10万前注的情况下非常好算 73个前注69个前注53个前注 我们继续说我们刚刚的位置的重要性 在前位一旦LIMP8到45的范围 而你在后位对前位的LIMP进行加注的情况下 你即使是只开0%到30% 那其实也能得到对前置位排力压制的情况 前置位可能会拥有对你41.76%的盈率 而你拥有58.23%的盈率 那当你open 假设你open 10个BB吧 10个BB 10个ante 那你很可能就会得到对手的两种选项 一个是对手call 在6人桌 6人桌在底池里面已经有6个ante的情况下 你下注10个ante 那对手call10个ante 底池里面26个ante 乘以对手的盈率41.76% 那么对手的EV是0 就是26个ante乘以41.76%等于10个ante call的EV是10个ante减10个ante等于0 就是说对手call是从你这里挣不到EV的 但对手一旦fall就放弃了他已经所下的一个ante 那么就是-1 而你是可以得到58.24%的盈率乘以26个ante等于15ante 就是说对手call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15-10 等于正5个ante的EV 而对手fall的话 你可以得到正7个ante的EV 因为整个底池里面所有死钱都是你的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简单的一个公式推导就发现 一旦你在后支位几乎可以用很大范围的牌去挤压前支位的limp 而前支位对于这种情况是很难反抗的 他们就必须在limp范围里面加上特别多的一些top range 来抵抗反波削你的后支位的squeeze 这手牌波那么中了中对勾 也是直接一个下注就收下底池 并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说到在短牌里面 其实在长牌也是一样的道理 前支位就像是防守位 你需要防守的是你不断损失的一个ante一个ante的生命 而在后支位就是进攻位 一旦当前支位有人防守的时候 前支位他们的角色就是砧板上的鱼 而你就是操刀的手 那么你的squeeze或者steal或者isolated 不管是出于什么意义的race open race加注 都是对于砧板上的鱼的一次挥刀 好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手牌 co位的bonomo拿到了89不同色 装尾选的过牌 可以看到很神奇的一点是89不同色 居然在翻前是略微领先 A7杂色 这就是短牌的神奇的地方 有三手牌89 90和石钩 这三手牌在牌历史上是跟长牌远远的不同 特别在于versus前8%的all-in range的情况下 就是在一个对手常规的all-in range情况下 石钩和90 特别是石钩同色90同色这样的牌 他们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就这样的牌 就这样的牌 什么 这就是 增加 你 这就是 重点 练 准备 这就是 看来 你 这不是 证明 这就是 是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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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 我 C2位用一对气选择跟住 第六位拿到了圈六杂色 选择过牌 打到三人桌 就是一个互相摩耐性 抓对手失误的阶段 并且这个比赛并没有30秒的计时 那么每一个玩家都可以有充分的思考时间 一对气选择下注20万 三人底持拥有击中的话 比较边缘 他选择放弃 可以看到职业牌手都打得非常谨慎 并且读牌是比较的精准 并没有过多的差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奖杯是非常的好看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传奇扑克的这个logo 有一种很积极阳光的活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关稍微玩家又拿到了一对石 直接选择All-in 直接选择All-in 而这里撞到了BONOMON的是A狗 42.6 这是一手非常强的牌 在三人桌A狗是非常强的牌 可以看到是一个跑马 但是应该是A狗领先 因为我们知道在短牌里面 两高张是比小队子要稍微有一点优势 这一手牌一手激进的实时动作 看一看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发出了一张钩 并且这样子一个干燥的牌面情况下 它只有两张奥子 蹭上是一张八 那么为他带来了卡九 六张奥子 哦 并没有发出来 那么我们的Levdiv是被淘汰在第三名 可以看到短牌是一个翻前 一旦你选择小球派 你就会打得非常谨慎 而你一旦选择激进 那么就直接打光的 一个游戏 BONOMON这里的跟注是非常的强硬 完全没有因为这里已经是打到三人桌 而就一点点的手软 这是一个2017年横扫天下的男人 他已经拿到过无数锦标赛冠军的头衔 一手强势的A钩跟注 在他范围里系统里非常正确的跟注 把第三名成功带走 我们可以看到 盲注现在是4000 8000 为大家展示在屏幕上的是 5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这里三条六 选择BET 一对十应该也很难抠 选择放弃 那么可以看到 现在在转播的是 5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事 而刚刚进行到单挑阶段的 25万港币买入赛 两位玩家现在应该在最后进行HU的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屏幕队的玩家是 是曹瑞 现在是 Rom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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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A6杂色 然后选拥有机会 选拥跟住 22万8000 直接下不All in 成功收底 打得非常的激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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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UTG枪口玩家拿到了一对钩 拥有后手是七万八千的筹码 直接选择Allen 是十八万两千 曹瑞是拿到了A10 应该是把他扣掉了 因为他的后手筹码也只剩下七万五千 不到二十个ante 在已经在庄位下了两个ante的情况下 已经带来了足够的赔率去call Flub是什么都没有发出来 那么牌面上的9会给他带来提高 没有发9发了一张K 好 那么 曹瑞的第一条命 被清掉 可以看到每个玩家生前是有一些 是有一到两片纸片 我们的五十万港币买入是分三条命 三发子弹 并没有换台 由于二十五万港币买入的决赛桌子 只剩下两位玩家进入单挑阶段 那么他们两位是稍事休息 一会儿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单挑 继续由阿童和Celina为大家带来解说 在两位玩家进入单挑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五十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事 好 这是一个三加底池 钩八这里是直接下住了两万四千 K圈选择 扣 那么这里A6的高低两队 直接选择All in 因为他知道他扣进去之后 他的后手赔率也很难跟对手打到 第二条接再负掉 那么不如在这里 直接去剥削掉对手的任何任意脚牌 虽然在这个面上还是比较干燥 但由于短牌的游戏特性 碳上的任何任何人都不显得安全 这里高低两队还是需要做出一个保护性的下注 我们外子上是游体级拿到了圈7直接破牌 8-8跟住 曹瑞在Hijack位拿到K10继续选择All-in 可以看到曹瑞打得非常的激进 很凶悍 这是一名翻前非常激进的玩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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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在转牌里面前之位玩家是可以LIMP非常大量的一些结构牌 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Anti 这里是九沟选择Check 而Case这位玩家是拿到了顶队 在他没有草花保护的情况下他是势必要下注的 一对七复牌 九沟选择比较稳妥的Check 这张十是非常尴尬 这张实时的后卫玩家是直接反超 选择控持 River 那他这里显示了我是没有圈的排力 没有圈的排力的话这里K是一定要追枪的 我是建议在七万两千的底池下注三万六到四万之间 他这里直接是顶两代K的高两队 选择Check 我觉得这里是打得过于稳健了一点 因为知道短排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铜花组合的 所以在这个面上Check两条街 一定是没有铜花组合 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 前之位玩家如果有圈的话也大概率会下注 我觉得这手牌后卫的K十玩家是稍微miss了一定的value 好 选择了直接O0 A圈重色 18万6千 40多个Anti 好 也是直接收持 没有得到任何的跟注 可以看到在张桌子上是有一定的东方脸孔的 特别是曹瑞 我们的华裔法级华裔玩家 很可惜啊 他是法级的 并不是中国级玩家 但在这样子一张白皮肤面孔较多的桌子上 他圆圆的脸还是显得额外的亲切 他圆圆的脸还是显得额外的亲切 对 全我的科学我比较多的桌子上 我比较多的桌子上 当时我认为我会比较多的桌子上 我比较多的桌子上 主要是在生活上 但是我认为桌子上 比较多的桌子上 比较多的桌子上 也比较多的桌子上 也比较多的桌子上 不明白所有的桌子上 所以我认为这些桌子上 所以我认为这些桌子上 我认为这些桌子上 然后我认为这些桌子上 所以我们有两个桌子上 谁你认为这些桌子上 这些桌子上 是个问题 这些桌子上 我认为 Justin是比较比较多的桌子 我们都知道他比较多的桌子上 所以我认为 他比较多的桌子上 他比较多的桌子 在同时 他比较多的桌子 我认为他比较多的桌子 他比较多的桌子 然后在栏子上 他们比较多的桌子 他们比较相比较多 他们比较多的桌子 但我认为Justin是个桌子 我认为Justin 好 我们要继续行动 看看什么事情 谢谢你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准备HU的时候 现在Justin Bonomo 是在清掉了第三名 玩家之后 拥有127个前驻 积分牌是1266万 5千 而我们的马来西亚玩家 是拥有68个前驻 683万 在刚刚我们对第三名 简单的采访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声称自己是一名 Cash Game的Player 就是现金桌玩家 他在职业生涯里面 打现金的时长 是要远远超过 打Tournament 打锦标赛的时长 贝文吉 他在这里的计划 那他也说了 他是3月1号刚刚到这里 然后马上要去参加500K 就是50万港币买入的锦标赛 马不停蹄啊 职业玩家的操手 是非常的令人尊敬 贝文吉在现在 剩下的两名玩家中 他正看好谁 他更看好谁 他觉得 Justin Bonomo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玩家 这个众所周知 同时他也拥有的 积分牌非常多 是cheap leader 但是马来西亚玩家 因为像是 打短牌的时间 肯定一定是比 Bonomo打短牌的时间长 并且 经验老道的 所以他认为 他们两个是在 呃 技能上是比较相当的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名和第一名之间 是差距有130万港币的Money Jump 这场锦标赛会露死谁手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 传奇扑克2019年季州岛站的高额系列赛 举办地点是在韩国季州岛神话世界度假村 蓝鼎娱乐场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玩家现在准备入座 好 好 他们已经进行了 chips up 目前 目前他是拥有场上接近三分之二的筹码 我们的 红毛大魔王 Justin Bonomo 拥有三分之一 球马 六十八个前驻的 是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职业排手 好 两位在开始比赛前非常友好的握手 两位在开始比赛前非常友好的握手 看起来是稍微有点拘谨 并没有Justin Bonomo那么自然轻松 我也显得略为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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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n Bonomo是迎来了2019年又一场高额赛事的单挑 我不知道 今年他的事态会怎么样 是否能延续两年前他横扫天下的熊姿呢 他的单挑技巧是非常强的 我不知道他的短牌技巧怎么样 但是他的长牌单挑技巧 单挑技巧绝对是世界顶级的 因为我们还记得在17年的重量级豪克赛场 他跟Feeder Holtz打了一个精彩单挑 在那场比赛上他的表现是几乎碾压了Feeder Holtz 他跟Feeder Holtz打了一个高额的单挑 甚至我的一个熟悉的朋友 也跟他曾经在某一段时间一起较量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较量 他跟我调笑说现在人家都已经站到了世界的超一线 真的是进步非常的迅速 每一个强者在进步的背后 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的是他的努力 好 刚刚得到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台湾APT的第二个冠军主赛的赛事中 我们来自宁波的排手陈东 是顺利的拿下了主赛的冠军 他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我们在这里恭喜他一下 对在这里恭喜他 江湖人称姐夫 恭喜姐夫 拿下了又一个重量级的冠军 那我们这里是进入Heads Up的状态一对一 这边Justin Bonomo暂时是积分排领先 有131个前驻 然后我们看见马来西亚的Way Sean 是排第二 64个前驻 现在我们Anti前驻是10万 然后呢大芒是20万 那这边是传奇扑克 给你们穿蓝顶娱乐场 带来的25万港币满路的短牌 然后我们看见后面 他们打的是今天第一轮 50万港币满路的短牌比赛 那这个比赛结束 我们会直接拉到50万港币满路的短牌现场 给大家做直播 那我们看见Justin Bonomo 他在这里 现在暂时是chip leader 那也有可能看见他这次会夺冠 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是下风期 那这个赢下这个比赛 他应该这个下风期的就会转了上风期了吧 那我觉得真的赢任何比赛都是不容易的 对 即使他这场比赛拿到亚军 也可以见证他一个状态的回暖 当然现在入死谁手还不确定 目前波罗摩是 波罗摩是拿到 1300万的筹码 暂时领先 前注是10万20万 两位玩家的筹码都还非常健康 可以尽情的游戏翻后 非常的放松可以见到他的心态 他在这里打着这场比赛的冠亚军争夺战 一边还在询问 另外一场50万港币买入的比赛的截止报名时间 有些玩家他们会就是自己的比赛还没有打完 去买入另外一个比赛 然后呢会选择另外一个比赛上西马 然后可以这样直接打完一个比赛跳进另外一个比赛 对 可以了对手非常强的非常大的压力 得知还有两个level截止买入 那波罗摩的意思是 你要在两个level里面把我干掉吗 马来西亚牌手表示不同意 下来 虽然面对的是2017年曾经很少事件的男人 目前的锦标赛排行榜第一名 Oltime Money List应该还是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对 线下锦标赛将军